看到新北市三峡有多处山区 地理因素导致无法设置自来水管线 因此许多民众都是接引山泉水来使用的 如果遇到枯水期 就得面临无水可用的困扰了 而经过多方单位合作 将在竹轮里延伸自来水管线 预计4月完工 大约会有83户居民能受惠 山泉水宣洁而下 在三峡山区一共占了92% 由于水压不足 无法设置自来水管线 许多居民自行接引山泉水 就常面临供水不稳定的困扰 不过竹轮里的居民 未来不必再担心这个问题 农民也好 我们的居民也好 大家每年的枯水期 大家都是非常大的困扰 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的水利署 以及我们自来水公司 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这一次我们的管线的延伸 以及我们整个工程 4600多万人顺利的编列 尤其在去年因为干旱比较少下雨 所以有一段时间 里长非常辛苦在找水 所以很感谢包括我们吴清明委员 还有我们的自来水公司 还有十二局跟新北市政府 我们三峡公所 当然最重要是张伯永会长 我们俗人里的里长到处在寻找地点 然后也拜托大家帮忙 终于在去年已经核定来做自来水的工程 我们一到枯水期就没有水了 所以吴委员 吴清明委员帮我们争取自来水 台湾自来水公司举办开工典礼及说明会 表示会加速赶工 尽早解决民众缺水的困扰 因为管线的距离比较长 大概有五公里多 还有加压站 还有积电工程 不过我们会全力赶工 我们希望在明年的4月 可以如期的如此的来完工 完工之后将能提供逐轮礼 16到18零 大约38户民众及临近地区自来水 供水情况也会更加稳定